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里边那么多英雄好汉 纵横败贺 驰骋天下 而且还有个排行榜 什么13条好汉 18条好汉 对不对 就跟现在歌曲金曲排行榜一样 那个时候 为了争论 谁坐次应该排在前面 那男生是可以打起来的 后来长大了学了隋唐史了 我这才知道 原来里边好多人物都是虚构的 比方说那个头条好汉 李源霸 这就是个虚构的人物 唐代历史上只有一个李玄霸 李源的儿子 但是李玄霸早早就夭折了 而且也不会用什么大锤呀 清朝人写隋唐演义的时候 借用了他的名字 而且为了避康熙皇帝玄业的会 把那玄字给改成这个原字 就叫做李源霸了 排行榜里其他的英雄 比方说什么宇文成都之类的 这也是虚构的人物 但是咱们今天要讲的秦琼呢 毫无疑问 这是一个真实人物 响当当的一条好汉 他不仅是隋唐时代的名人 而且到了后来 唐朝都已经灭亡了 他仍然是人们心目中的一条好汉 是民间文学乃至戏曲舞台上的一个名人 一个主角 民国时期 有位诗人宋书记 他在自己的一首诗叫做《游五龙坛》里边 是这样说的 胡国宅游记 唐家零酒瓶 二三老农贩 闲坐说秦琼 这就是民间的写照 秦琼 已经是咱们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传奇人物的一个符号 那么历史上的秦琼 真正的秦琼 是怎么样一个人呢 首先我们来谈一下秦琼的这个出身 隋唐演义里头 有一出秦琼卖马 用了好几回来说这个故事 所谓什么 这个三一坊 荡检 瘦阿扎 二贤庄 卖马 十豪杰 说是秦琼啊 是这个 祖父 名字叫做秦旭 他的父亲 名字叫做秦怡 都是北齐的大将 保家卫国而死 秦琼呢 自小啊 跟寡母在一起生活 后来呢 到了历城县 当了一个普派 受了县官的拆派 到外边去出差 结果因为种种变故 没钱了 被这个殿小二 欺误 对吧 虎落平洋 被产欺嘛 最后被迫 荡检卖马 后来结识了 英雄好汉 善雄信 那么这个故事 很生动 很曲折 后来就为京剧界 搬上了舞台 名字就叫做 秦琼卖马 是谭新培先生的 代表作之一 老年间呢 咱们的老人们呢 他们有关秦琼的 很多的观念 都是来自于这里 那么真实情况如何呢 秦琼自书宝 他呀 是这个 齐州 历城人 也就是今天的 济南市的人 正史当中 没有记载过 秦琼的 祖父 父亲的名字 所以就给小说家 留下了发挥的空间 当地的历程限制 还有进一步的发挥 说秦琼家 的确是草根出身 他们世代都以打铁为生 1995年 在济南出土了一块木制 这个木制的主人 不是别人 正是秦琼的父亲 这个木制里边记载说 秦琼的父亲 叫做秦爱 祖父叫秦方泰 都是北齐的官员 也就是说 秦琼啊 不是草根出身 他这一身武艺啊 很有意思 他这个祖父和他的父亲 都是文官出身 那他这一身武艺 是哪来的呢 跟谁学的呢 这搞不清楚了 我估计啊 只能用一句话来解释 乱世出英雄 战乱年代给逼的 秦琼刚出道的时候 身份并不高 他在隋朝大将来护尔 手下当一个帐内 什么叫帐内呢 帐内就是隋代啊 王公以及三级以上大员的隋从 他在当这个帐内期间 来护尔注意到他了 来护尔何许人也 那是隋朝军事史上的一个传奇人物 大将 在平臣统一战争 以及三征辽东的过程当中 来护尔都算是鞠躬至尾 很有名的一个人物 他对待秦琼这个态度很特别 有一次秦琼的母亲去世了 去世了之后 来护尔专门派遣特使到秦琼家里 去吊宴 周围的人看见了 很奇怪 这士族死亡 家里遭遇丧事的人多了 怎么从来没见您吊宴过 为什么一定要去吊宴这个秦琼家呢 来护尔是这样回答的 此人骁勇善战 而且又很有志向抱负 这样的人以后一定会通过自己的 这个努力获取荣华富贵 这样的人我不能把他当作一般人来看待 事实证明来会儿没看错 第二 咱们看一下秦琼所用的这个兵器 一说起秦琼 好多人头脑当中就闪现了一个形象 顶盔冠甲 手里拿着双剪 那么真正的秦琼用的是什么兵器 我们这么说 剪这个兵器 什么时候出现的 还真搞不清楚 它是用来打击 穿着重亏重甲的敌人 一种顿器伤害 起到这么个作用 我起码可以肯定一点的是 捡这种兵器在唐代不是制式装备 那么秦琼用的是什么装备 其实旧堂书的秦书宝传 里边记载的已经很清楚了 他说 书宝每从太宗征伐 敌中有肖将锐族 炫耀人马 出入来去者 太宗颇怒之 折命书宝亡取 书宝应命 越马赴枪而尽 必赐之万众之中 就是说 唐太宗每次看到 敌人的阵中 有那特别嘚嗖的那种人 爱显摆的那种人 他一定要让秦琼出马 秦琼也绝对不辱使命 过去一枪就能把那小子给刺死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秦书宝平常用的兵器 他就是长枪 唐六典 明明白白的记载过 这个唐朝的骑兵的主要的装备 就是弓箭和长枪 长枪至少有四种以上 第三个问题咱们看看 秦琼所称的马匹 那民间文学和戏剧舞台上 那个秦琼那匹马很重要 秦琼的马叫什么呢 叫黄标马 这家伙宝马两举 大排量 3.0T的 实际上呢 实际上秦琼的马不叫做黄标马 秦琼的这个马呀 名字叫做忽雷伯 这个马很厉害 到了秦书宝死了以后 这匹马非常的伤心 痴明 然后绝食而死 忽雷伯 这个名字听起来 是不是有点怪呀 我这么说吧 唐朝前期很多战马呀 那名字都有点怪怪的 我不说别的 咱们想一想 秦琼的老上级 唐太宗 那个昭陵 昭陵里边有一著名的昭陵六郡 六匹马的浮雕 这六匹马的名字叫什么 犬毛瓜 赤法赤 白蹄乌 特勒朴 青锥 萨鹿子 有的按照汉语 貌似能讲得通 比方说白蹄乌 大概是白蹄字的黑马的意思 青锥那就是青色的马呗 对吧 但其他的呢 你就难以理解了 后来 现在学者研究 比对了突厥语的发音之后发现 这六匹马的名字 青一色 它都是突厥语 它是音译过来的 突厥人 马背上的民族 勇猛善战 我估计啊 唐朝人啊 羡慕其奇数 所以就把自己的战马 按照突厥语的发音来起名字 甚至有可能这战马就是从突厥那买来的 要说起来 咱们得谈一文化问题啊 这就是唐朝的文化气质 大唐的气质 开放包容 很有自信 你什么东西都可以拿来为我所用 敌人比我强 好 我承认你比我强 我甚至羡慕你 我甚至模仿你 我可以按照你的语言来给我的马取名字 但是最重要的一点是 我最终要战胜 秦琼啊 生涯可以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他是服役随军 当随末天下大乱的时候 秦琼刚开始啊 他是政府军这边的 他是大将张徐驼手下的一个将领 张徐驼这个人 是随末农民起义过程当中 政府军这边涌现出来的一颗将心 农民起义刚起来的时候 这个地方官啊 无力去弹牙 为什么呢 大家长久都不打仗 人心切战 但是张徐驼不一样 张徐驼这个人 得势重心 永绝善战 是一元后的汉将 打起仗来不要命的 经常以少胜多 甚至有一次一个人 率领五个骑兵 挑战对方两万人 差点就死掉 他走到哪 哪的起义军就非常的害怕他 后来张徐驼率领军队 与农民军卢明月 所率领的十万人对峙 张徐驼这边只有一万多人 不出骑兵无以至胜 张徐驼 召集重将开会 提出了一个战术方案 他说这样 我正面与敌接战 然后我佯装败退 敌人必定过来追 然后我们派遣一千人 从背后抄了他们的大营 出奇而至圣 这个任务非常的险危险 谁能去 结果重将都不吭声 这时候他手下 一个著名的汉将 罗世信站出来 说我去 紧跟着又有一个将领 自告奋勇说 我也去 谁呢 秦淑宝 张徐驼 这才第一次注意到了秦琼这个人 后来接战的时候 果然正如张徐驼所预料的 当他洋装败北的时候 卢明月在后面紧追不舍 而罗世信和秦琼率领一千人 埋伏在卢尾档当中 等到敌人的主力过去了 他们直扑敌人的大营 大营炸门紧闭 张徐驼在那边吸引住敌人的主力 然后罗世信和秦琼两个人 伸手敏捷 攀上了敌楼 格杀树人 然后这么一路砍杀着 杀到了大门口 把大门打开 一千多人冲进了大营 然后放火 张徐驼一看 知道实际到 命令军队反攻 卢明月这边阵脚大乱 结果就失败了 这一仗秦琼可谓是一战而成名 酒鬼香泉酒 提示您精彩继续 秦琼在战场上展露头角 但最终使他名声大噪的 却是在瓦钢军中的经历 秦琼出道的时候是随朝将领 怎么会在瓦钢军中养名呢 敬请关注 大能英雄传誌 闲作说秦琼 随朝末年天下大乱 瓦钢军是当时的一股势力很大的义军 秦琼是随朝的将领 也有一定的名气 按说他和瓦钢军是沾不上边的 为什么最后他却成了瓦钢军的名将 而且也正是瓦钢军的经历 使他名扬天下 那么这里面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秦琼生涯的第二阶段 杨威瓦钢军 瓦钢军这个名字大家都很熟悉 随唐演义里边很多人都出自于这里 的确是这样 你看唐前期很多英雄人物 或多或少都跟这个瓦钢军有点关联 瓦钢军的初见者 名字叫做翟让 他原本是随朝的一个小官 后来因为犯罪 被下到监狱当中等候问斩 一个玉丽觉得翟让是个人物 于是悄悄的把他给放了 放了之后 翟让就跑到瓦钢这个地方躲起来了 当时已经是天下大乱 战乱年代 过了不多久 这个单雄信 王伯当 徐世基等这些人就来投奔他 徐世基 就是随唐演义里那个著名的徐茂公 后来也是名列林燕阁的人物 瓦钢军由此开始逐渐壮大起来 而这个时候又有一个人物来奔 谁呢 李密 这个李密的到来 给瓦钢军带来了本质性的变化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啊 李密这个人是正宗的关隆集团的成员的后代 他的曾祖父是宇文泰时期八驻国之一 李毕 李密这个人善于谋划 当年杨玄杆叛乱的时候 曾经请李密当过他的谋主 结果李密给杨玄杆出了很多的好主意 杨玄杆可不听 结果杨玄杆失败了 失败了以后 李密就躲起来了 那么这个时候 他又来投奔宅让 而宅让这个人 咱们这么说吧 从性格上来说 宅让缺乏自信心 以及那种英雄豪杰应该有的那种霸气 他总觉得自己出身低微 不如李密出身这么高贵 所以呢 他见了李密之后 非常的高兴 李密很快就成了瓦钢军的二号人物 而李密 他在瓦钢军期间 最出彩的一件事情 就是和张须陀的一场大战 大海四战役 当时张须陀已经是民满天下了 走到哪儿 农民企业军都很怕的 那么张须陀奉命进攻宅让 宅让以前曾经和张须陀交过手 战败了 所以宅让一听是张须陀来了 吓得就要撤退 李密跟他说 您可千万别这样 李密说 徐陀勇而无谋 兵又骤胜 既骄且狠 可一战而勤之 功弹列阵以待 未功破之 张徐陀有勇而无谋 而且现在他呀 犯了一个兵家之大忌 怎么回事呢 骄兵 骄兵地败 你看着 看我给你把他弄掉 结果双方展开阵势 一场大战 宅让正面和张须陀接触 扬装败北 往后跑 张须陀就在后面就紧追不舍 你想吧 这原本就是手下败将 所以他觉得 这小子又跑了 因此他就在后面紧追 李逆率领着一杆人马 埋伏在大海寺以北的树林当中 等到张须陀 主力过去之后 他从背后冲过来 袭击随军的背后 结果张须陀大败 李逆把张须陀包围起来 张须陀本人非常的勇恨 他一路杀出了重围 但是回头一看 自己的部下呢 还在包围圈里 张须陀竟然 又越马扬鞭的 又杀回到包围圈里头来 拯救自己的这些部下 结果就阵亡了 张须陀之死 对于隋朝来说 那是一个莫大的损失 那么秦琼呢 秦琼逃了出来 投奔了另一个隋军大将 叫裴仁基 而这个裴仁基呢 后来投降了李密 那么秦琼就跟着他 投降到了李密这边 成了瓦刚军的将领 他当了瓦刚军的将领 李密非常的高兴 史书记载说 密得书宝大喜 以为帐内朴旗 代之甚厚 得到这援肖将 李密大喜啊 给他任命了一个朴旗 让他率领着自己的 进卫军 对他宠欲日龙 秦琼这种武将 那心理是非常单纯的 投之以逃 报之以律 你对他好 他就对你是忠心耿耿 而此时李密通过大海四一战 已经奠定了自己在瓦刚军当中的地位 宅让甚至于到最后 宅让都要推李密为主 号称叫做卫功 但是这时候矛盾就产生了 宅让甘心当第二 他的老部下们 以及他的兄弟们不乐意 我的地盘我做主 这瓦刚军是谁创立的 我怎么能就把这个拱手交给你 李密呢 所以他的部下们 跟这个李密之间 就有了很深的矛盾 后来在怎么样处理 投降过来的隋朝旧臣这个问题上 双方又爆发了很激烈的争执 最后李密痛下杀手 借一次宴会的机会 在宴会上杀死了宅让 独揽了整个瓦刚军的这个大权 此时的瓦刚军顺风顺水 但是很快 瓦刚军迎来了一次大考 我把它叫做大考 为什么呢 这次实在是太过凶险 当时发生一件事情 在江都的隋扬帝 被人杀了 谁杀了呢 宇文化吉 杀了隋扬帝之后 宇文化吉率领着十万禁卫军 护送着隋朝的百官 后宫和宗使 回中原 结果在洛阳地区的 岳王瞳 黄太主政权 就琢磨一件事 怎么样对付这个宇文化吉 最后他们想来个一石二鸟 撺夺 李密 去打宇文化吉 跟李密讲和 让李密去打 而李密的心 自己腹背受敌 所以呢 他竟然同意了 他要去打这个宇文化吉 而事实证明 这是一招臭棋 为什么这是一招臭棋呢 因为宇文化吉的 军队的战斗力相当的强 在战场上 双方亿一场大战 这场大战的结果是什么呢 瓦岗军战胜了 但是杀敌一千是自损八百 一点都不划算 那个战况非常的激烈 也非常的惊险 李密差一点把自己的命给丢掉 这个时候只有一个人物挺身而出来救他 不是别人 就是秦书宝 秦琼以一己之力拯救了李密 然后翻过头来带领大家 又把宇文化吉给击退了 这一仗总算是胜利 秦琼生涯的第三阶段 尾身王世冲 李密征跑宇文化吉的这一仗 刚才我说了 他就是一招臭棋 虽然战胜了敌人 但是整个瓦岗军是元气大伤 此时东都洛阳城内也发生了一场巨变 什么巨变呢 那就是王世冲发动政变了 王世冲架空了皇太主 而他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要攻打李密 而李密此时走了一招臭棋 还浑然不绝 还很骄傲自满 因为战利品等分配问题 跟自己的部下还在闹矛盾 那么这就给了王世冲一个可乘之机 结果到最后的战果就是 王世冲在战场上击败了李密 瓦岗军分崩离析 李密投奔了李渊 而秦琼他们就投奔了王世冲 迫于无奈 王世冲非常敬重秦琼 封他为龙襄大将军 而王世冲这个人呢 不但是个野心家 而且这家伙德行也很差 并且他的地盘很小 他只有东都洛阳这一块地方 虽然兵不少 但是地盘很小 而且这人也讨厌 怎么回事呢 一话唠 嘚不嘚的一天 对吧 让人很看不惯 所以秦琼也好 还有一块投降过来程晓金等人也好 都看不惯他 就想着怎么能够脱离他 不久机会来了 王世冲的军队与唐军接战 结果在阵前刚列好阵势 秦琼和程晓金等数十人突然越马而出 向西跑出一段距离之后 停下马来回头给王世冲做了个一 秦琼说 虽然你带我们不搏 但是我们不想服侍你 我们想走 王世冲傻愣在那 也不敢上来追 那是上来追干嘛呀 你打得过秦琼啊 酒鬼香泉酒 提示您精彩继续 秦琼投奔了唐朝 跟随秦王李世民东正西讨 立下了赫赫战功 那么秦琼在唐朝统一天下的过程中 具体都立下了哪些功勋呢 敬请关注大唐英雄传誌 贤作说秦琼 秦琼是一员虎将 他投奔唐朝 壮大了唐军的升威 而有了他的帮助 秦王李世民也如虎添翼 在东征西讨的战争中 能够更加得心应手的调兵遣将 那么秦琼在唐朝统一天下的过程中 究竟立下了什么样的战功呢 秦琼生涯的第四阶段 效力大唐 唐高祖李渊接纳了 这个秦琼他们之后 把他们化归到了 秦王李世民的麾下 李世民得到了这个秦琼 也非常的高兴 太宗素文其勇 后家礼遇 从政长春宫 拜马军总管 李世民早就听说过秦琼的大名 他来了之后 他就让秦琼率领自己的骑兵 马军总管 估计啊 是景仰秦琼的这个奇数 秦琼不久就有了一次 报答李世民的这个机会 当时李世民要干嘛呢 要伏击玉石靖德 玉石靖德当时是刘武中和宋金刚这边的人 刚刚在战场上战胜了唐军 俘虏了唐军好几个大将 这时候就率领着军队缓缓后撤 李世民想伏击他 于世靖德很厉害啊 唐军提起于世靖德就很害怕 但是李世民很有勇气 越是强敌咱们越要打他 结果这一仗打得非常的激烈 唐军 获胜了 斩首两千余击 这一仗虽然没有对这个刘武中和宋金刚构成根本性的打击 但是呢大大的鼓舞了唐军的士气 唐军非常高兴 为什么呢 因为心里有谱了 那边有玉石靖德 咱们这边有秦琼啊 而远在长安的李渊 听说了这个消息之后 也是欣喜异常 他派使者赐给了秦琼一个金瓶 然后还说了这么一段话 你不顾家小来投奔我 现在又立下这么大的功军 这个我都不知道拿什么赏赐你好 如果我身上的肉对你有用的话 我准备割二两给你 何况这些金银财宝 不久 唐军又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大破刘武中宋金刚 然后逼降了玉石靖德 玉石靖德当时是被唐军压迫到一座城中 然后包围起来 最后派使者劝他 他出来投降 投降了这个唐朝 秦琼经历过的最大的一场战役 是针对窦建德的武劳官之战 这一仗应该说奠定了唐朝统一天下的基础 是唐朝统一战争当中的关键一战 当时唐军包围了洛阳王世冲 王世冲向河北地区的窦建德求援 窦建德考虑到如果王世冲失败的话 下一步唐军冰封一定会直指河北 我自己也有危险了 这就叫做唇王齿寒 所以他决定总动员 调集所有的力量 率领着十余万大军 号称三十万 浩浩荡荡来支援洛阳 结果呢 唐军内部强敌来临 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 大家都在讨论这仗怎么办 打还是不打 有的人提建议说 咱们现在是腹背受敌 走吧 撤军吧 李世民不同意 李世民说 这好机会啊 对窦建德咱们早晚是个打 对不对 他现在主动来了 更好啊 必其功于一役 咱们上去跟他打 如果把这小子给打掉了的话 那么洛阳的王世冲失去外援 他也就会绝望 咱们一举两得 何而不为 所以李世民留下一部分军队 继续包围洛阳 然后率领主力 到五劳关这个地方 迎战 斗建德 李世民一生打仗 善于用所谓皮敌之计 他经常与敌人展开对峙 等到敌人失去了补给 或者失去耐心的时候 他的发动突然袭击 这回他对斗建德 也是这一招 他跟斗建德 在五劳关对峙 长达数十天之久 然后呢 斗建德 两道还不断的被他所骚扰 所以斗建德最后 按捺不住了 主动的 摆开阵势 要跟他 决一死战 结果李世民 也把军队拉出来 但是李世民很有意思 不出战 就不出战 你怎么挑战 我都不动 干嘛呢 还是那个皮敌 足以讲 一鼓作气 再而衰 三文竭 是不是 我就等你那个三文竭 哎呦 当时刚来的时候 你可没见到斗建德的阵势 那叫一个雄壮 据说是鼓声惊天动地 军阵排了二十多里长 刚开始 牛气冲天 结果 从早上 一直排阵排到中午 大呼小叫了一上午 人家唐军不接招 到了中午 斗建德这边是又饿又渴 后来为了抢水喝 整个阵型都发生混乱了 李世民一看 好 这就是我等的机会 立刻下令全线出击 斗建德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 往后退了好大一块 这才站稳脚跟 然后双方的战况陷入了胶着状态 李世民见状 命令秦琼跟着他 然后率领着一支骑兵 把这个战旗啊 他卷起来 卷起来什么目的 让战场上的人分辨不出他的身份 然后率领着这一支骑兵 绕到整个战场的侧面去 从背后迂回到了敌人的阵型后面去 然后突然发动袭击 敌军大败 最后 斗建德被俘 王世冲一看 大势已去 过了几天 他也投降了 唐朝统一战争当中的两个主要的敌人 就此就给搬掉了 而这一仗 秦琼应该说是鞠躬至尾 《酒鬼香泉酒》 提示您精彩继续 程咬金是民间文学中的混世魔王 以板斧为兵器 还当过瓦钢军的首领 那么历史上真实的程咬金是这样的吗 敬请关注大唐英雄传誌 好汉程咬金 对于唐太宗李世民来说 玄武门之变是他一生中经历的 最为惊心动魄的一次事件 而对当时秦王府里的每一个人来说 也都是一次重大的考验 秦琼作为李世民手下的一员虎将 他在玄武门之变中起到了什么作用呢 秦琼生涯的第五个阶段 决战玄武门 在玄武门事变前后 秦琼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当时双方都在进行武装斗争的准备 早晚要兵容相见 那么手下他们都有一些勇猛善战者 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 最忌惮的就是秦王府的 于世靖德 秦琼 段志玄 程咬金 这么几个人 结果后来 他们想收买于世靖德 没成功 又想把秦琼 程咬金这几个人 调到自己的麾下 然后找个机会 把他们给杀了 结果这个事 结果这个事 就成了引发玄武门事变的一个导火索 整个秦王府的人一听就炸了个锅了 这还了得 对吧 少了这几个人 秦王府还算什么呀 所以最后大家下定决心 干 对吧 先下手为强 玄武门事变的整个过程 咱们就不多说了 咱们这里关键说一下秦琼 有一个问题 玄武门事变的时候 秦琼进入玄武门了吗 他进去了吗 这个问题需要咱们分析一下 在纷繁复杂的唐代的传世文献 以及出土文献当中 我们会发现一特有趣的现象 什么现象呢 就是你时不时会看到某人声称 他参与了玄武门事变 这样的人加起来大概有百位之多 难道当年李世民率领一个连进入了玄武门呢 对吧 绝不可能 绝不可能 为什么呢 因为的确当时李世民收买了 指手玄武门的一部分进军的将领 得以带着兵器进入了玄武门 可是你没有收买所有的进军呢 因此你带的人太多的话 就会引起别人的注意 得不偿失 更何况 对方只有两个人 你带那么多人进去干嘛呀 可是里边问题就出来了 那你怎么解释这些人说他们参与过玄武门事变 说白了 这是个文字游戏呀 因为玄武门事变是一光荣事啊 凡是跟这事稍微有点关联的人 他都得声称说 我参与过 这是个文字游戏 我说了 什么叫参与啊 重逢县镇的叫参与 那在外面当这个望风廖少 啊 在后方做饭 那不也算参与吗 对不对 这个事要好好分析一下 进入玄武门的人 按照史籍的记载 一共有几个呢 九个 很明确九个 旧堂书的尹太子建成传 长孙吴继传 以及张公锦传 都说是九个 经过比对之后 学界一般认为 这九个人的名单是比较清楚的 没有秦琼 这么一员猛将 这么关键的时刻 怎么不带着他呢 这么重要的事情 秦琼当然会参与 但是他不在刚进门的那九个人当中 他在事变当中的具体位置 史籍没有明确的记载 但是我估计他在门外 为什么把他布置在门外呢 因为太子李建成和齐王元吉那边 有人家自己的武装 其中也有一些汉将 你比方说什么谢书方啊 你比方说什么薛万彻啊 这些人都号称是万人敌 很厉害 所以你里边动手 外边还得提防着这些人冲进来 所以外边需要强力人物来镇守 换句话说把秦琼布置在门外 不是说他不重要 反倒是因为他很重要 他的任务就是挡住那些 太子党和齐王党里边的汉将 结果果不其然 这边杀太子和齐王 那边太子党的人就听说消息了 结果人家就赶来支援了 当时来了多少人呢 两千人 浩浩荡荡就赶来了 结果一部分禁军和秦王府的人 就在玄武门上下 跟敌人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战斗 秦王府人少 渐渐的支撑不住 这个时候御斥靖德 一刀砍下了太子建成的头 然后站在城楼上 给底线人出事 这才使得太子党的人一哄而散 秦琼总算是不如使命 事变之后 李世民有功人员 拜秦琼为左五位大将军 石师封七百户 他后来能够名列林燕阁 也跟这个事有很大的关系 但是从此以后 很遗憾的是 秦琼就极少出现在历史舞台上 怎么回事呢 他的健康啊 开始发生问题了 秦琼曾经对人说过这么一番话 他说 无绍长戎马 所经二百余阵 屡重重创 既无前后出血 依树护雨 安德不病护 意思是说 我从小到大都在打仗 打过二百余场战役 我身上出的血啊 我受重伤出的血啊 加起来能有数户之多 那你说我能不得病吗 所以从那以后 他的主要的任务就是在家静养 贞观十二年 秦琼去世了 李世民特地下令将其陪葬在了昭陵 第二年给他追封胡国公 贞观十七年 又把他的画像挂到了林燕阁当中去 已经去世了数年的秦琼 就此达到了他名誉的一个巅峰 那么下一讲里头 我们将讲一讲秦琼的亲密战友 程咬金 看一看这个民间文学里头的混世魔王 历史的真貌究竟是怎样的 好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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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